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动漫的女主竟然是只粉色大猩猩 对 女主是只猩猩 战力还高得离谱 真是太TM要得吓人了 这就是十月最爽 也最离谱的奥天帆 男主仅凭一集就完成了逆袭 走上了人生开挂的后宫之路 男主是名肥宅高中生 又丑又胖 还自带一股野兽的气息 所以在学校里经常受到霸凌 但这一切都从一段广播开始改变 突如其来的广播里 传来了一个自称神明的声音 神明表示要将全班的学生 都作为勇者召唤到衣食界 好家伙 这穿越现在都带批发了 说着还给同学们设置了 各自的属性和鉴定的功能 男主也不例外 但不同的是 他的属性可谓是低的一笔一样 这样的垃圾属性 根本没人愿意跟他组队 就这样组好队的同学们 已经开始穿越 留下男主可能孤独寂寞冷 神明也傻了 他出于同情 送了成衣一个特殊的经验 说着就这样 哗嚓一下子 男主就被神明送到了衣食界 话说其他的同学穿的都是城堡 而男主成衣 进的却是深山老林 这年头颜值低的 连穿越都在骑士分配啊 就这样在森林迷迷糊糊 五天之后的男主 快要被饿死的时候 突然一大果子 来得错不及防 男主发出鉴定功能 这果子名叫净化之果 简单来说 可以理解为恶魔果实一样的东西 那一味道 绝对不亚于老八蜜之小汉堡 但为了不被饿死 那也只能咽了 吃完他突然听到了怪神 原来是几只猴子 正耿着蹦迪呢 地上还放着一堆净化之果 陈衣想鉴定一下 看能不能来个硬刚 不过下一秒 他顿时就傻了 这猴子居然120级 自己是个一级的弱鸡 这怎么打 不想当猴梁的男主 打开撩 但意外的是 猴子们集体离开了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男主 不止自己又丑又油腻 连CP女主 都是这粉色大猩猩 这男主是不是偷编剧家的网了 怎么能惨到如此地步 话说这会儿子 猴子们集体走开 哎 白嫖的机会来了 于是陈衣发动工具箱 白嫖了所有果实和恢复药水 但好景不长 干饭王陈衣又饿得不行了 这会儿子 只好随便采了颗蘑菇 以鉴定好家伙 三个问好 不过俗话说得好 男主 足 啊不 抱着死也不做饿死鬼的理念 男主吃掉了最后两颗净化之果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中毒的身体 竟然不要而御了 原来这净化之果 还有解毒的功效 陈衣也通过死里逃生 意外获得了毒抗性和麻痹抗性 与此同时 突然猴子早上门了 人恐话不多 一种儿子把男主干饭在地 陈衣一看见红了 二话不说 干了一瓶恢复药水 起来就打算跟猴子开战 没想到下一秒他就傻了 这猴子怼着就是一顿暴揍 就在猴子要干饭之际 他万万没想到 这货竟然还有个隐藏技能 一把二十几个猴子 活活被一屁给崩死了 猴子被熏死后 突然金光一闪 爆出了不少装备 还有一本天书 但陈衣居然可以看懂字里的文字 原来这就是神明送的技能完全解体 简单来说 就是可以完全理解任意的知识 而且还自带吸收boss的技能 这绝对是考试开挂了好吗 同时系统提示 男主开始了第一次的进化 随着分金错骨之痛过后 陈衣不仅属性值提升了 连颜值也升了 好家伙 看我感动的 差点眼泪从嘴里流出来 这就是进化之果的能力 在森林里混了五个月之后 虽然陈衣等级还是一级 但这会儿子 三百多级的狼 他居然可以一个斩脚 把狼秒成光了 紧接着 他又用外挂获得了狼的技能 和开箱爆出的极品装备 按照套路 又是一阵错骨扬灰 这已经是男主的第九次进化了 我原本以为 徐仙炮蛇已经很猛了 没想到这个男主 更无耻 更没下线 因为他喜欢的妹子 是这粉色大猩猩 卡布不由地陷入了 对人生和社会的大思考 正当陈衣思考 升级过后会变得怎样之时 一只粉色大金刚 从天而降 光看着 有点虚啊 男主一鉴定 直接下出十仗开外 这哪是金星啊 这是帝王金刚啊 一看陈衣那怂样 粉金刚表示 不用慌 大佬我不玩情欧 玩单挑 说着金刚发出霹雳拳攻击 陈衣一招空中转体3600度稳稳落地 但没想到 粉金刚眼里居然开始冒出小火花 内酸爽 陈衣实在没忍住发动斩脚攻击 但在大佬面前并没有什么卵用 粉金刚跳起来就是一发大招 金刚拳 陈衣当场就跪了 可粉金刚还觉得挺厉害啊 中了我的大招居然还没挂 于是 他就开始撩汗 我猜 我猜 为了躲开这美少女的爱 物理技能不行 男主被迫使用刚刚吸收的魔法 水系魔法 然后 粉星星更兴奋了 先是一记普通拳 接着一暴击石拳加特里 一级的菜鸟被爆的不行 危急时刻他突然脑中一闪 万万没想到的是 内酸爽 让粉金刚更兴奋了 直接当场求婚 不同意 没事回去慢慢考虑 他之外的男主就回家当压债老公去了 好了帖子们 这就是十月最爽 最离谱的龙奥天翻 进化之时 喜欢的可以先点点关注 点点赞 咱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